大家好,你在收听的是疯人馆第14期的关键词 我不是馆长,但我是疯人馆的小助理韵琪 元宵节刚过,也就代表新年过完了 Monday Blue,啊,不对不对 新年Blue也来了 不管心里再再再再怎么不想上班,也要收收心 结果回到公司才发现 一大堆同事还没回办公室 因为大家不是密切接触过,就是偶然接触过确诊人士 通通都在家办公,避免交叉感染 今年的农历新年呢,虽然不是远地过年 但是作为负责任的游子,都会先自我检测 确定是阴性,不会把病毒带回家 传染给家中老小,才回家过年 打了疫苗,打了加强针 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和病毒共存 但是却有越来越多人中招 确诊人数再次破万 不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进行检测哦 这些确诊的人当中 有很多人自我检测了几次都是negative,阴性的 但是一做PCR检查 结果却显示是positive,阳性 以为自己是安全的,结果接触过的人也通通中招 不仅如此,自我检测呈现阳性 PCR却是阴性 这种虚惊一场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反正都不准确了 我们还需要自我检测吗? 还是说一定要做PCR才可以? 本期关键词我们来聊聊 Self-Test自我检测到底还有没有用哦 难道我们都被自我检测的试剂盒赢了一把吗? 其实在新常态下 我们都已经养成了定期自我检测的习惯 当越多人使用自我检测 越普及 发现假阴或者假阳的几率 自然也就变高了 打个比方 你只磕10颗瓜子 可能会有一个是空的 但是你磕100颗 1000颗 1万颗瓜子 出现空壳没有瓜子人的几率也提高了 家庭医生吴亦品在发表的文章说明 自我检测结果出现偏差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试剂和Test Kit本身的敏感度 本来就比较低 意思就是说 会有很多外来的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试剂盒的结果 比如说市面上有一些便宜的试剂盒 可能是没有达到卫生部的标准 准确度不高 又或者是在运输或者储存的过程中 曾经暴露在高温的环境 影响了品质和准确度 也有可能是使用了 已经过了有效期的试剂盒 除了试剂盒的问题 没有按照说明书的指示 正确地进行检测 也可能会检测出不准确的结果 一般的试剂盒呢 需要等待15到20分钟再进行解读 太快解读呢 可能会出现假阴 太慢解读 可能会出现假阳 受病毒感染后呢 太早或者太迟检测 体内的病毒浓度低 也会出现假阴 啊 这么多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检测哦 大家一起不检测 或者有什么问题 只进行PCR检测 不就好咯 只能说 有做自我检测 比不做来得安全 病毒是不可能消失的 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要跨州 要聚会 要见朋友 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状态 三天到五天内连续检测 这样呢 能够提高自我检测的准确度 自我检测出阳性后 避开聚会 是对自己 也是对朋友 家人 最负责任的做法 检测前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 不吃东西 不刷牙 不抽烟 不使用漱口水 也能够减少 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外来因素 确诊人数 依然是五位数 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吃好喝好 不会接到朋友突然的关心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关键词 想听到更多的关键词 或馆长的人物专访 请留守 封人管各大podcast平台 社交媒体 以及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